開心喔 可以喔 莎莎真好喔 開心的日子也沒有很久 開心的時間都過得很寬闖 接下來這首歌呢 中文叫做 變成大人以後 那想必聽起來就有點沉重 跟我們的年紀有點關係 就是從高中變成大學的感覺 就上次那個挺Party的時候 迪彥廷老師來 然後他就問大家說 欸你是幾歲生日 對然後結果有時候十八歲就覺得 我好想抱他喔 有點開心 好 變成大人以後 這首歌詞是描寫的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首歌是一首日文歌 你很發抖 欸我被我還發抖 好 就是 我們會一起合作的單曲裡面收獲的一首 就是日文歌 然後那個日文歌詞是我自己寫的 然後那個 就是寫的內容大概就是在說 就是我們小時候可能可以很敬意的 就是大哭跟大笑 可是長大之後就是越來越把自己的情緒 收納在自己的肚子裡之類的 所以就越變越胖 沒有了 然後 小波 你 有好多意思 真的 你不要壓抑 越來越想太多 對 越成大人之後越來越想太多 然後就是其實就是 希望自己即使變成大人之後 也可以 做自己想要的樣子 這樣子 也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 這首歌就是今年三月多 坐在床上 曲的部分 坐在床上 彈彈唱唱 然後就整首就這樣出來 完全沒有修過喔 得意 希望大家會喜歡